如果我可以做到一個環境 可以讓一些開發者覺得 我可能是一個鋪骨人馬的 可能是一個藝人的 可能是一個遊戲策劃的 不要緊 你在那方面很出色的話 這個環境可以讓大家磨合到 做一些很優質的遊戲 賺到錢之外 大家都可以分享到 做遊戲是賺錢的 就不是做遊戲 好像一個宅男躲在家裡 別人說是否只顧著打機 不是生產 不是 我是做遊戲的 我是一個很出色的人 很自豪的告訴大家 我是Stanley 是這間公司的CEO 和次創人之一 我們大約一年前 Google通知我們 成為了Top Developer這個領域 所以我們的遊戲 在Google Pay上面 都記錄了Top Developer這個字 其實我們主要所做的事 就是做好自己 做好遊戲 回歸那些喜歡玩遊戲的人 我們很希望我們的產品 無論好賣也好 不好賣也好 起碼用戶玩這個遊戲 是開心的 都是給很好的評語 在香港這個行業 好像大家覺得做遊戲 未必是可以賺到錢 我們想改變這個感覺 在遊戲營運裡面 其實一個很好的收入 就是用AdMob這個平台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遊戲 幾乎全部裝了AdMob這個系統 用了這個系統之後 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就是令到收入多了一折 現在AdMob的收入佔了 我們20%的重收入 其實相當不錯 折入這個系統 非常簡單 其實就是在適當的位置 就是會加一些AdMob的Banner 在上面 其實就沒有其他系統 至於怎樣加得好 加哪些位置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 其實這件事就是 可以和Google大家互相合作 它就會有個專人派下來和我們聊 他測試了我們的遊戲 就發覺哪些位置加 就在他們的數據經驗裏 就說我們這個位置加 就是個點擊率特別高 其實就是他告訴我們 而我們是不需要花什麼 深思去研究 這樣已經可以令到 我們收入可以上升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做法 Google還會給予很多意見 就是我們產品怎樣改良 可以令到更多用戶會喜歡 還有這樣改良之後 它還可以幫我們 放在Google上面做 Feature 讓我們收入可以配升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互惠互力的結果 其實要做的事真的很少 主要唯一我們就是要想一下 加了一個廣告之後 對那個畫面的影響有多大 在UI上做輕微的調整 其實已經可以即將 即是一個很輕易 又可以增加收入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理由不用 就這樣做就好 你有什麼放不可以 我會讓我們先來看 我會讓你一張 去可以提供 還是真的